七美双新石户是不少游客到澎湖闭房的景点 但其实澎湖还有近700座石户 散落在各个小岛 石户过去是澎湖人捕鱼的重要工具 但随着渔业科技的进步 以及从事渔业人口的衰退 许多石户就只能就地崩塌 石户捕鱼是利用潮叉将渔困在石墙内 渔民在撒网捕鱼 因此潮叉大 潮间带面积越大的区域 石户数量越多 如吉贝岛就有一百多座石户 而近日就是坐落在西雨的扭心湾石户 十多年来未见的岩阿湖 近日来跑进了不少肥美的岩阿湖 让石户主乐开怀 石户除了可以用来做观光 网美拍照打卡取景之外 有些石户还是具有急鱼补鱼功能存在 这个就是牛星湾的石户 然后呢这个大圈呢 就是人家所说的那个户房火帮 然后这个是开口的地方 火口 然后这边有个火镜 这个就是如果有看到鱼补鱼的时候 砍起来时把鱼补鱼给它断在这里 那一边也扭 这个作用就是说看你是往哪边圈 如果鱼集中在这边的话 就往这边圈 把它围伏起来丢这边 如果在那边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圈起来丢那边 然后早期这个祖先在设计这个石户的时候 非常的有智慧 因为它鱼进来的时候 它碰到墙壁它不会倒退 它不会环桃 它不是往左就是往右 所以它就会在里面绕 绕不出去 那个顺客的人来的时候 就是顺客 如果看到鱼在里面的时候 它会先拿一块小的网就是火坛 它会把那个火锤抬起来 就是防止这个鱼在跑出去 那万一这个鱼在跑出去呢 你看这个石户延伸出去 一直延伸到那个西面那边 那个叫做火咖 它也是做一个圆弧形 万一鱼跑出去呢 它就沿着火咖 它还会被再引导回来到这个户房里面 所以这个整个设计 它都是人的头部很聪明 它就是用这样的设计 让那些鱼跑出去 而澎湖本岛南侧 像是七美 可能就只有一座双新石户 目前澎湖群岛 又有两成的石户 还有急余功能 石户需要经常性的修缮 没有人食用的话 消失的速度很快 石户美丽的地方不只是形体 还蕴含很多无形的知识 现在顺候的人 如果顺到鱼子 它虎太多便 之后呢就是回去绕人 绕自己的情人 或者是邻居 就请人家来帮忙 然后这会带网子 还有竹竿 然后就是下网 就准备下去捕捞了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石户的 一个这个陷阱 不一的陷阱的作用 所以可想的 这我们早期的那个 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 去堆叠这个东西 澎湖石户推测数量 应该有近700口 只是有些石户 规模小不容易被发现 是世界上少数 还拥有如此高密度 且完整度高石户的地区 也吸引不少国内游客 到澎湖学习修复石户 甚至国外学者也来取经 杨富茨说 去年就受到日本石户学者 邀请到日本渔村 分享修复石户的历程 这才了解澎湖石户的完整性 密度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因此在石户资讯平台 不少文章附有英文与日文翻译 就是为了把澎湖石户推向国际 让世界看见台湾石户的研究价值 记者王亥隆报导 到内蒙丝那上 再来 长江湖石户的所有 那是核啊 我已经在基设 我看到我 但是支持你 他的与带拥 significant